A.V.E.C. 約了百分百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邱澤 幸福一家人即將在 八大第一台播出 百分百專訪一探邱澤冷酷又溫暖的 內心 歡迎收看五月二頭號 禮拜二的娛樂百分百 大家好 我是凱樂 我是小豬 看首播拿好禮 來 現在看到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是什麼呢 發 你自己猜後面會有什麼三個字 除非你真的猜得到 那猜不到的話 你就真的要看完整集的節目 沒錯 所以一定要鎖定每個禮拜二 禮拜三晚上七點半的娛樂百分百首播 然後要下載官方APP參加活動 記住三個 一集會有三個通關密碼 然後節目的最後 如果你夠幸運 我們抽中你的話 我們就打電話給你 打電話給你 我們會想幾通 五聲 五聲 對 我通 五聲 五聲啊 對 五聲就是你沒有接到的話 我們就換下一個了 對 很可惜 所以一定要記得要接電話好嗎 好 剛剛看到的那個是那個發 那今天送什麼好禮呢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這個是二合一的塵蟎吸塵器 因為現在 塵蟎專門吸塵蟎了 我的天啊 對 就現在吸塵器厲害的是已經 它除了可以吸落眼看得到的髒 髒東西之外 它連塵蟎你看不到它都可以吸 這個真的不錯耶 是迷你的耶 對啊 這個又好收納 你要放車上 你要放房間 你要吸客廳 當然客廳也有更大的 但你要吸沙發也很好殺 可以 很好殺什麼東西 很好殺 殺那些塵蟎 很好吸 而且這個呢 因為很高價位 所以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只抽出一位幸運兒 沒辦法太貴了 這跟上次那個炸蟎之機 不一樣的價位 我們之後還會有送汽車的 浪斯萊斯之類的 真的 浪斯萊斯 好不好 大家好好來看一下 到底哪一集 哪一集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個送浪斯萊斯呢 你們就要萬眾期待一下 我們會送阿爸 他的阿爸 我阿母耶 阿爸阿爸阿母 他送阿父好了 我媽媽在旁邊 哈哈哈 歡迎阿母 尚羅媽媽 真的耶 這個 但不是啊 你送一台真的有兩個盒子耶 那是展示的 還是不是要送主廚人 主廚 我們節目有主廚的是不是 還是要送我們的 那怎麼好意思 謝謝啦 這個放到房間就夠了 很屌 對啊 吸那個床單 吸床很好吸 而且它高速震動拍打 每分鐘三千六百下 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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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不厲害 它來吸地的喔 不是你來亂想嗎 你在聽到震動就覺得 哈哈 震動 誰會亂想啊 什麼啦 誰會亂想 我就會啊 不要亂想 就是吸塵門的 我知道啊 好 我又沒有送什麼 好 你知道就好 而且還會送那個吧 換洗的那個 換那個袋子的 綠心 我們會送綠心 它裡面有那個袋子吧 有有有 對不對 我幫客人問 好 應該有啦 我們來檢查一下 看裡面有沒有綠心 如果沒有綠心用完的話呢 可以去那個 一般的那個電器航買也可以 對啊 你們就自己 我還送礦物刀啊 不是 不是 應該是吸塵器的一部分吧 還有送你珍珠奶茶的放置杯 哇 好棒喔 還送一些垃圾袋 防水的那個 如果先下雨天 你要騎摩托車的時候呢 它也是相當好用的 因為最近感覺好像天氣都不太好 所以常常都像暴雨 騎摩托車這樣騎 你的手呢 不用帶很好看的錶 完全不用擔心 它會進水 防水 對的 這很重要 還有這種牙刷耶 哇 這麼好的東西可以送牙刷 你除了牙刷之外 你可以修眉毛 你一定要刷刷刷 刷眉毛什麼都可以 可以 好 裡面沒有綠心耶 去小北買 小北買貨好不好 自己添購一下 在裡面就有了 好 那我們趕快進新聞 第一則新聞是什麼呢 新聞多連發有 梁文英 神話頑童 還有 愷樂王子 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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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開始了 你不長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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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天 變得太愛了 還在聽這個系列 我覺得真的是 你們生出來的 給你們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有時候歌一敲來 要聽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次真的就是 把大家的這個願望 放在我們的作品裡面 演唱會感動無間斷 梁文英也用歌聲 回到最全賽的自己 現在在聽梁文英唱歌 真的是最幸福的事 在永遠的演唱會 像在記憶的事 天空與小小的演唱會 天空與小小的演唱會 是最幸福的事 是最幸福的事 王子出生意出書啦 他帥氣先生前書會力要好友凱樂 張開但卻被指控這件事 沒送啦 有沒有 好啦 凱樂先跟大家講一下 看到書裡面最後 大家那麼多好朋友 來寫這個王子 那為什麼沒有寫到妳 對 而且說 書裡有好友推薦 妳有找我 然後在妳來找我 我現在先走了 要口了 那第一名那個凱樂是 就是第一名的手吧 對 對 對 之後我們就 等我實際上 真的非常幸福 好 妳先累積 妳先累積好十年了 十年了 而王子說到寫書的靈感 全都來自於這啊 就是家庭是我非常甜蜜的附和 我覺得我現在拍戲 很多的情感 很多的情緒 都來自於我跟我奶奶的相處 不管是離別 不管是親情 不管是很溫暖的問紅 我覺得很多情緒的投射 都很感謝我的家人一路的 很支持我 很用心的照顧 對 那沒有附和 妳不要滑洞跳 妳頭腦羅姐妳在做耶 對 妳也不幫我跟妳 沒有 我們就去拜拜 就保平安 因為這部戲比較危險 對 重作戲 重作戲很多 因為這部戲 我的情緒很重 然後有很多危險的場面 然後也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我 然後我們最近我們的賣片的片花 出來了 其實看得滿感動的 就是雖然之前拍得這麼辛苦 但是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看到 我的突破 我們就坐等王子的新戲啦 只是不只王子備受期待 現在這位仁兄也有驚人發言 我有一個唱歌的美夢 對 我也想要好好的唱歌 第二個不要到日本的頭腦 彎童恩 真意一流 單飛後為代言合體 粉絲們都很珍惜他們合體的機會 但他們卻不是這樣想的 也還好囉 也還好 我們住太近了啦 對啊 其實都 對 太常見面了 還是很常見面 對 就是雖然單飛以後 我覺得好像不錯狠 還是太常在一起了 我出國留學好了我覺得 我們有新要求的 大家去不同的國家 對 是說三人單飛 都即將有新作品啦 但大元坦言 自己可是發罪滿的 對 對 有嘗試在寫啦 對 大家稍等我一下 因為想要寫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可以先來聽他放歌啊 對 放歌我自己有做一些在裡面 對 一點點了 情歌嗎 去看大家想想聽喔 就是 我也想 我有一個唱歌的美夢 對 我也想要好好的唱歌 也有一個比較高音的美夢 轉音 轉音 對 跟假音轉音 然後聲音不要怎麼出 現在來看 算了啦 不要嚇到大家 我們也是算了啦 最後當然不能不恭喜 三位又獲得金曲肯定啦 這一次真的是覺得 有一點莫名其妙 因為老實講我們去年沒有發 發專輯 去年沒有發麻 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入圍 對 但是這還是很謝謝啦 還是很謝謝 可是我覺得都平常的心 是平常的心 因為 其實我覺得 有了第一次供孤的經驗以後 後面我覺得都抱著平常心 好像比較容易做 真的是入圍出台 對 對 我們終於祝三人會有好結果 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等一下會公布第二個命馬喔 你還記得第一個嗎 好 這邊不用再說了 很明顯大家已經很清楚知道 我們節目已經改成到七點半 是的 禮拜二跟禮拜三有直播 好歹 我們就說到這就好了 先讓我們看一下 現在的通關密語的第一個字吧 第二個 第二個了 這是什麼 是什麼 大 發大 太簡單了吧 你以為是才嗎 下一個 該不會是變吧 是變嗎 發大變 這人這麼暗齁 可以 我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但我是認真的 發大 這很好猜啊 對啊 好簡單喔 我覺得下次要出題難一點 發大太簡單了 發大猜 發大餐 吃大餐 對 發大錢也有可能 發大錢 發大人 小孩說 小孩不行 要大人才可以喔 還有發大人 發大人 在便利店發 滿好的 好不好 那你自己猜第三個字是什麼 有可能你猜對了 那猜對了會是什麼呢 你就能猜對第三個字又怎樣呢 不見得電話會撥通到你家去 對啦 可能要夠幸運才開到這個 二合一的塵蠻吸塵器 而且待會兒我們怎麼抽取呢 我們會看到這邊會看到那個屏幕 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誰啦 對 我們用電腦的公平公正公開 一樣是二合一的吸塵器 是的 相當的不錯 相當好用 我剛剛都想要拿一台回去了 對啊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顏色很適合我 怎麼說 我就很可愛 你本身就喜歡這種 這算什麼顏色 是玫瑰粉嗎 玫瑰粉 這是粉 粉紅色吧 算粉嗎 這它超級可愛的耶 真的 哇 你不是很喜歡黃色嗎 我很喜歡吸塵器 為什麼 為什麼 不知道 我滿喜歡吸塵器的耶 所以 那你今年生日你想要吸塵器嗎 我打你的媽掌 我真的打你的媽掌 我認真的 你為什麼喜歡 我喜歡歸喜歡 不見得喜歡收到這個禮物 我先說了 我家裡還滿多彈的 不收集塵器 好 謝謝 好的 快爆 劉以豪 郭雪芙床戲指度超開 我要看 快點 快點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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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 你不要告訴我 你看 什麼 怎樣指度 劉以豪 郭雪芙率領眾演員們 出席我們不能是朋友記者會 這部戲大家根本是拿命來聘 郭以豪更是在和孫祺君的激烈戲 終不小心受傷了 其實你就叫我去那個去看 看有沒有老人家或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那請問我要照什麼嗎 他說也不用啊 你現在這樣應該也沒有訪生到 還是你要開夜商單 我說請問開夜商單 他一直要幹嘛 就是你要告他嗎 他還好看 慢點一下 我好像不需要 我說以豪我們開視訊 我跪給你看 現在都還好嗎 怎麼在周序 不好意思 錢 不好意思 還是其實你有特別有開夜商單 沒有啦 我完全沒看 好朋友 對 那時候以豪我還就是 我真的很緊張 他當下真的很大 他就是邊叮咐 然後其實我覺得很嚴重 對 看不到 褲桃在裡面 好 我只是拍給你了 這樣好 拍 說多一點 不要再看一下 他可能要更急 不要再看一下 真的是太鬧了啦 而在劇中飾霸氣角色的一毫 魅力只是破表 就連袁艾菲都入坑了 那種超級 哪一個 從本來的 就你往回圍的雙手這樣壓上去 然後他會一招 尖叫 好奇怪 好恐怖 沒有 就是我有點不懂 就女生好像 女生的邏輯 所以女生的邏輯跟男生的邏輯 真的完全不一樣 男生就會覺得 你什麼 你們都不會想說 對 你覺得沒問題 就是你們剛剛去告發的 壓上去 雙手再壓在頭上 對 這樣子 然後說天啊 也太喜歡了 可是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不會有那麼 政府的感覺 就是 當然會啊 但是就一個 你正常男生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亂講 你在分析的時候 蛤 蛤 還不只這樣喔 接下來這一段 絕對讓你們小路亂撞 就是變態的房子呢 可以便宜八百萬賣給你 當然 變態也是有挑戰 想要便宜八百萬 你必須 跟我過於 你 你剛剛跟我說什麼 沒有啦 開玩笑 耶 中槍啦 沒有啦 開玩笑的 那時候其實在看劇本的時候 就覺得 哇 好不可思議的一句話喔 這人是瘋了吧 霸氣的角色 讓以豪再次突破 不過接下來導演的這一段 才是讓以豪還有雪服最崩潰的 上面的時候拍那個床氣 我記得也不記得 因為 有以豪有辦法的換工作 有教練就把他撿在裡面 對喔 天啊 那個牌還不能掀起來 就有種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只要期待 有時候就把他撿在裡面 爛假 爛假 這樣好嗎 我們不要 我們演一次的表情會是 對 經驗跟經歷啊 我要練練習一下 等一下換衣服的時候 用舌頭脖子掉衣服 那邊同學 自己開始練習 好啦 解釦子囉 是說說到裸露系大恩仁 就絕對非遠愛非莫屬 我知道麥可樂意思的人 麥可樂 麥可樂 這不是蠻多裸露系的老公 會不會帶你 嗯 事實上 當 我有跟老公討論到劇本 其實有可能會這樣子的時候 老公一看劇本 他先沉默了一分鐘 然後後來我臨機一動就說 老公 我答應你 我在戲裡面 可非是怎麼樣對白羊跟大胃的 我就在私底下 然後結果老公就說 好言為定 難怪立刻就結婚了 那30幾倍都了 因為那時候是拍戲的時候 其實拍戲真的還滿累的 所以我每次回家就是躺著睡 然後老公就會搖起來說 說好的可非呢 你給我起床 好可愛喔 對 好可愛 看到這裡 大家是不是都非常期待正片的播出啊 那千萬要鎖定 六月二號起 每週日晚間八點八大戲劇胎 六月九號起 每週日晚間九點半八大總和胎 八大採訪組採訪報導 等一下劇中的男女主角們都會來到現場喔 然後我們會公布第三個密碼 先休息一下 對 你們就猜對了 就是財怎麼樣啊 我們就是這麼沒有特色 你們在第一個字發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後面是大財了對不對 對 你很厲害 就是被你們猜中了好不好 去比賽 就是發大財 然後幸運的人我們會打電話給你們 記得五聲以內要接起來 然後回答我們三個通關密碼 以及我們的首播給到幾點播出 而且有一些人會保持一個心態 反正不會抽到我 這個心態最有可能抽到你 沒錯 像他那個時候他就說我們不會得金鐘啦 不用準備致辭啦 結果就得了 對不對 結果下一支也沒有入圍啦 你覺得這一支會入圍嗎 隨便啦 不會啦 不會啦 要這樣講 不會 你越不要的時候他就會來找你 真的耶 對啊 劉以豪等一下不要靠我太近 不要飄飄 他真的不看透鏡 他真的不會看我太近 你講太多了 可惡 太可惜了 好 那一起來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有沒有劉以豪咧 有 來 一起來歡迎今天特別來賓友 歡迎劉以豪 郭雪芙 孫琦 還有夏若妍 歡迎四位 歡迎 歡迎你們 歡迎四位 歡迎四位 太不懂事了 怎麼啊 你們這個八大人新的劇 怎麼戰法不對 以豪 我覺得你這個顏色 對 跟他搭的名字 真的 對 這樣子超搭的 明天Live 明日花起了 我抱在我身上 謝謝 我先去學日文 你回來 你好 開始了 我開始了 對 對 好好笑 我明天是明日花要來 明天明日 要不要明明天一直帶班 來 來 好了 今天還是要好好的跟我們推薦一下八大的新戲 喔 還在那個狀態裡 不行 回來 我們要回來 這個劇好好來宣傳一下拍那麼辛苦 沒錯 我們不能是朋友 什麼時候播呢 每週五晚上十點在台式 然後每週日晚上八點在八大 這樣很可惡 你不是說你背著很心情嗎 你突然叫我 請問一下這部劇 不是喜劇吧 不是 完全都沒有笑的地方嗎 非常不太開心 很心理沉面的 情感的 很糾葛 很走心的 因為之前你們演的戲 都可能都比較輕鬆 那第一次加這個劇本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難度會不會有點大 很大 很大 挑戰 對 笑不出來 都笑不出來 所以片場都是 很寧靜 當那場戲是比較 沉重的時候 沒有人敢想 是安靜的 因為像剛剛我們看到那個預告嘛 這個那個房子賣八百萬給你 但除非你要跟我睡一晚 對 那個就是比較輕鬆一點的吧 有嗎 輕鬆在哪裡 我是說那個氣氛算是比較輕鬆一點的吧 對 那個時候有點挑 挑釁的感覺 挑釁 因為它的穿著打扮是輕鬆的 所以我會覺得在那一塊 是比較輕鬆一點 整部劇裡面 而且它還有一個台詞 超有侵略性的 是不是直接說我要睡你 對 就這個人 可以重現嗎 重現這個 What 對誰說 我要睡你 你覺得要對誰說好呢 對凱樂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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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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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演 你要演一下 你這邊是拿袋子 這邊是袋子 垃圾袋 剛剛是這樣起來 好緊張喔 你說更變態的台詞對不對 對 就是八百萬的房子 因為你不用台詞 我不用是不是 但你只要表情就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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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想要買變態的房子可以啊 不過 你想要買變態的房子 變態可以便宜你八百萬 不過你要跟變態過癮 變態是誰 好 什麼啊 我直接 這麼快 什麼啊 什麼感覺 他願意付他八百萬 我給你 我給你 我給你兩百 我給你 我給你 那真的是不一樣的劇啊 對 侵略性很強 而且他是知道 他有男朋友的狀態下 說出這些話 就在這裡 你就是他的男朋友 對 因為第一集都還沒播 你知道嗎 但你又說太多 蛤 不能劇透嗎 我覺得這好精采 我想多了解一些 畢東 你們在畢東 你是畢東他吧 對 對 畢東那個這種 拉起來那個感覺 不會很害羞嗎 已經不到畢東了 對 用畢狀 對 抓到這邊 然後這樣 還不會 所以那個不算畢東 畢東一般是 這樣子的感覺對不對 你是整個被架起來了 對 平常生活當中 是喜歡類似這樣 這麼兇猛的男性 應該說 在演這場戲的時候 那個 現場都有人在尖叫 沒有沒有 那你平常是 本人的話喜歡這種 霸氣的這種感覺 現在是要客戶 謝謝 謝謝你幫我們開車 謝謝 對 我喜歡 你喜歡這種吧 就一來的 就打開門 我回來了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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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你看不懂他把手抱嘴巴你最怕是什麼 最怕是什麼 最怕是什麼 就是 什麼 什麼啊 喝香檳 香檳打開會有聲音 就是把它推進去的感覺 喔 推進家裡 對啊 沒有 是喜歡那個劇情還有那個 對 氛圍 氛圍的感覺 你喜歡這樣子的舉動嗎 喜歡 女生都喜歡吧 你也喜歡這種的 真的假的啊 女生不是都喜歡男生霸道 你怎麼會罵到 你怎麼會痛聲啊 阿伯辛苦你了 沒有 那其實這部戲講的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在人的心裡面都有一個 不會讓別人知道 但是那個慾望是很明顯 對 這我明白 之前看過那種 有一個劇也是這樣 一桌人打扮得很真實 西裝皮甜點 穿禮服的 但其實他內心那個自己是另外一個人 真實的有一面是不為人知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男生都愛把女生的手肘這樣控制住 為什麼 沒有 逃不掉啊 還有貼比較近啊 要重現嗎 可是不用控制 妳要幹嘛 妳跟我講嘛 沒有 要重現 對那個壁咚可以重現嗎 我想看一下 可以嗎 可以嗎 對啊 對啊 可以啊 可以嗎 不是還 不是要壁嗎 不是要壁嗎 對啊 要壁一下 壁一下感覺是什麼 不用啦 不用啦 那明天還是要幫忙 我明天要他幫我壁咚我 明日壁咚你 可不可以 可以 而且 好 我剛剛我們想透露一點點好了 好 妳是她男朋友 對 但妳知道她在追她嗎 不知道 喔 妳是被蒙在鼓裡的 對 這個過程就是要看戲 所以這個就是回到家 對 我的人在妳身邊 但心卻在她那邊 對 妳也是嗎 妳是她的女朋友 10年 我是她10年的女朋友 而且我為了她付出一切 造就她成為一個成功的男人 她願意好生的感覺妳會覺得嗎 真的 就是成為一個成功背後男人的默默的女人 但卻得不到結果 然後被拋棄 對 被拋棄 對 被拋棄 記得 看下去有事嗎 看下去才知道有沒有被拋棄 她支持了她10年 但是她拋棄她是有理由的 對 還是有理由的 還是不愛 可能有一些東西 對不對 乾脆到中間去了 真的 哇 這個必須要看的感覺 對啊 但是床戲 聽說尺度蠻大 會到脫衣服嗎 大家都有脫 大家都有脫 女生也是嗎 學夫還有 學夫又脫 有被她脫 對 剛剛那個馮凱導演說 他本來想要 他用舌頭把肩帶弄掉 對 好猛烈 其實有點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個我可以 這我可以 那重現了 重現了嗎 真的 太亮了啦 太亮了 太亮了 哎呀 可惜啊 那你的尺度已經到了 沒有 我跟她的尺度是 我把就是被子掀開 然後手進衣服 是從這邊還是背面 從前面 碰到哪裡 就是導演喊咖為止 到這裡來嗎 這裡 特別 沒有 她不講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 妳有緊張嗎 緊張啊 緊張 是有借位 就是到這邊來這樣借位的吧 沒給借位 那是導演要拍特寫手進去 所以真的就 他講得太嚴重了啦 沒有 對 嚴重 你講得太嚴重 那真相是什麼 沒有就是可能 手這樣子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可能 咦 卡 對 就卡住這邊 就像他可能會摸大腿摸摸摸摸摸 我有 我有 那你的反應當成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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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走那種人性的就冰原你知道嗎 對 尤其是觀眾 掉觀眾的那個胃口 沒錯 對啊 不見得有時候一定要到位 就快的 快到了時候那觀眾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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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對 有刺激的感覺 對 刺激 對 你們拍這部戲拍多久時間了 三個月 三四個月 那算快 算滿快 一共是幾集的是 13 13集 前面第一集就有高潮 前面第一集就覺得 高潮沒來 要怎麼辦 高潮的 今天不在 他第一集就 顏愛妃在裡面就有 就是第一集就有很厲害的潮汐 真的啊 跟誰啊 跟另外一個演員 對 只是跟另外一個演員 拜揚 所以每一個人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有做很多的功課在裡頭 因為你以前演的戲的角色 都不是這種的 對不對 那你下了什麼功夫 我 還是就憑感覺 我把心挖得很慘 就把所有的傷口扒了一遍又一遍 因為他們都是有感情戲 或者是很浪漫的 但我的部分都是屬於慘的哭啊 吵架啊 哭啊 痛啊 然後導演就說 放他一個人痛到死的那種感覺 而且導演還滿嚴格的 胸不胸 現在 不... 等一下 我想一下 不胸... 對啊 因為馮導人 對作品是很嚴格的一個人 其實一開始吧 一開始我自己會怕他 對不對 就是一開始可能還在 摩就是那個表演的時候 他的要求還沒到的時候 他就會說 所以你覺得你確定你要這樣演 你要這樣演 我就這樣播 大概三秒會上天頭 大家看到的心理不是我 然後就好 導演這給我一次機會 哇 當然對演員也是好 因為有些導演呢 會願意把心... 真實的話跟你說 代表他覺得你有機會 對 他也有連說不說 隨便你 隨便你 OK 過... 所以從一開始他這樣到最後 他面對我們 面對摸 然後看著我們表演哭的時候 摸是什麼 Monitor 摸 什麼摸 對 你看著我們表演 然後自己表演那時候 我們就會很有成就感 對 沒錯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這部好戲 來 我沒有猜聲音 這個聲音就首播了 對 還是晚上10點 然後每週日是八大戲劇台晚上8點 是 好 劇的名稱叫做是 我們不能吃朋友 謝謝四位 謝謝 好的 我們去專訪 幸福一家人 即將在八大第一台播出囉 百分百專訪 秋澤 我們來看一下 娛樂百分百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秋澤 由秋澤 李立群 董傑 翟天玲 所出演的溫馨家庭劇 幸福一家人即將在八大第一台播出啦 這次百分百獨家訪問 在劇中飾演外表有些冷酷 但內心卻非常柔軟的 醫生大兒子秋澤 話說在拍這檔戲的時候 剛好也是秋澤爸爸過世一年 面對這樣的時刻 又是父子情感超重的劇情 讓秋澤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對我來說 這部戲是一個 整理自己心情的過程 父親離開之後 其實後面的這段時間 又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工作 你很難真的驚嚇心 來把這件事情好好的整理一遍 但這部戲讓我 真的面對這件事情 不管戲裡戲外 自己的心情也因為這部戲 對於生意識別這件事情 做了一個 算是上了一堂課 和李立群老師的對手戲 也讓秋澤非常難忘 我跟李老師對戲的第一場戲 是在醫院 檢查完報告出來 我是第一個知道 他生病的那一瞬間 那是我們第一次對戲 那是我們第一場戲 然後那場戲 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的是 我們一起做完報告出來 坐在一個場戲上面 醫院的照常的場戲上面 然後 我們坐下來的那一段 不知道應該怎麼面對彼此 不知道應該說什麼的 那一段等待的空白時間 就是李老師開始唱歌 他就哼了一個小曲 是那種 像精細的那種小曲 一個表面上看起來 很輕輕鬆鬆 可是其實在對戲的過程裡面 那個對我的力道還滿大的 是說劇中內心糾結 都往肚裡吞 私底下的秋澤也是如此嗎 對啊 因為平常 當自己煩惱的事情 或者是在工作上 就是你說出來 不一定能夠被解決的事情 你就會選擇不說嘛 因為讓更多的煩惱這件事情 並不會有得到更多的幫助 所以就自己煩惱 煩惱完之後應該就好一點了 雖然在心裡 和家人互動看似冷酷 但跟弟弟吵架歸吵架 還是幫他整理衣領 這也是秋澤為角色 設計的貼心小舉動 那個設計是我跟導演提的 對 導演也覺得這個非常好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 很善於表達的人 他很多話在心裡面 也不一定會說出口 可是他對家裡面 一定會有一份關心 畢竟是每天生活在一起的 從小到大一起長大的 就是當你 當你 當你對於一個角色 有一段時間的理解性 或者是你開始進入那個角色的時候 那些動作或者是 你所謂的設計或者是那些 它是自己長出來的 可以理解嗎 它會從你的心裡面長出來 它應該有樣子 對 在那個時候弟弟在責備他 或者是說你怎麼都破了家的時候 我知道你沒有辦法明白 所以我幫你把衣服穿好 它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溫暖 這齣戲除了演員的真情流露之外 連導演馮凱的感動視線 都傳頭鏡頭 讓秋澤有很深的感受 導演真的很在戲裡面的時候 那個溫暖跟那個關注度 是可以透過鏡頭 直到他現在正在看戲 就是他的那個力道 是會從鏡頭後面傳過來的 導演有時候會用 咔的大小聲來決定 這顆鏡頭是不是精采 對 就是他每次看到一個很 自己覺得這段戲很棒的時候 他的咔就會咔 就是全世界都會遲到的咔 很厲害 對 然後你 因為我們那個拍攝的場地 跟監視器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聽到那個洪亮的咔的時候 你就覺得 這一段表演是完整的 是導演要的是好 他咔的小聲你會覺得 不行不行 我要再來一次會嗎 沒有 我就會 我就會自己解讀說他可能 現在趕時間 幸福一家人 幸福一家人 是一部充滿溫暖 親情 還有愛情 友情 是我們現代的社會裡面 大家都會遇到的家庭問題 只是我們把它放在戲裡面 用溫暖的方式呈現 讓我們大家知道要珍惜當下 然後珍惜跟家人相處的每一秒 記得回家吃飯 敬請關注幸福一家人 幫他退房組 採訪報導 不要走開 等一下我們就會 打給那位幸運兒 可以知道這個吸塵性唷 謝謝 謝謝 來了啦 準備要打電話囉 好 只會想五聲喔 五聲沒有接到的話就下一個樓囉 好囉 準備 請抽 抽出今天的幸運兒 只有一位喔 只有一台 喔 恭喜 蘇伊玲 蘇伊玲 請撥打電話 蘇伊玲 蘇伊玲要接電話喔 我們只會想五聲 把電視轉小聲喔 蘇伊玲 要記得說出 剛剛妳看到的三個通關密語 還有我們余白手播改幾點 非常簡單 有接嗎 有接嗎 打了嗎 打了嗎 蘇伊玲 我們打電話給妳喔 蘇伊玲 有了嗎 妳是誰 請問一下 妳好 請問蘇伊玲在嗎 在 妳就是嗎 嗯 好 妳知道我們是誰嗎 嗯 羅志祥嗎 另外一位呢 海樂嗎 錯 我們是馬志祺跟沈文誠 蘇伊玲 你有在看雨板嗎 沒有 沒有喔 喂 妳現在在看什麼節目啊 我現在沒有在看耶 為什麼 完了啊 那妳不知道通關 因為我在外面 妳不知道通關密語怎麼辦 通關密語是什麼 蛤 不知道 她不知道 妳不知道 那我們就沒辦法 我在八大樓下 你在八大樓下 那謝謝妳喔 那這個禮物我們就送不出去了喔 好可惜喔 拜拜 太可惜了啦 太可惜了啦 是 林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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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妳有在看 加油 林雅化加油 林雅化 希望有看我們的節目啊 林雅化我們要打給妳囉 剛剛那個機率真的很小 可以打到妳的電話 但是很可惜還沒看到電視 對 真的太可惜了 不然這個就帶走了耶 而且直接這在樓下 對 直接我們也不用記 第一聲 二 三 四 沒有見 見了 喂 請問 林雅化在嗎 喂 請問一下 林雅化在嗎 我就是 不是 你在睡覺喔 林雅化 你是不是在睡覺 沒有 我有講話 你有在看節目嗎 林雅化 有啊 那就好 那我們節目是什麼 你講話 你在改輪牌 那你知道通關密語嗎 你講話 通關密語你知道是什麼嗎 林雅化你不知道 我 前面有症狀 我大概知道是 密碼 蛤 叫什麼 什麼 我在開車 那個密碼 他買密碼 他沒看到 他說什麼 他在開車 所以你不知道通關密語 對不對 你沒有看到密碼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那今天這台 就沒辦法送出去給你 不好意思了 林雅化 謝謝你啊 拜拜 拜拜 好的 太可惜了 還有時間 我們再抽 一分半來不及 來不及 來不及 要不然這樣 我們節目後的時候 我們工作人員會繼續抽出 放心 我們工作人員不會自己 把這個信任器帶走的 不會 他們帶走 我們直接就是 請他離開回家 吃吃吃看 我們是要送給我們廣大的 忠實的觀眾朋友們 沒錯 我們一定會送到粉絲的手上 所以你們可以 繼續等待我們的電話 等一下我們工作人員就會打電話給你們 對啦 因為我們節目有限 所以沒有辦法直接再撥打下一通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但是明天也是一個很精彩的 明天一樣會繼續送很棒的禮物喔 所以你們明天要記得看喔 記得通關密語 我剛剛經過看到了 我的天啊 很好 真的 真的 送你大台的攝影機啊 這台 這台 你要出遊旅遊對不對 出遊 想要幫自己拍個VLOG 對啊 就用這台專業的拍 叫男友喔 叫爸爸幫你這樣拍 去夜市這樣拍喔 跟著走喔 多好 超專業 現在方便 而且這一台多少錢 幾百萬 幾百耶 很貴 送你們這一台喔 好喔 跟鋼鐵人一樣 真的 是嗎 就是一下帶我回來 你要有精采預告喔 我想要謝謝我的粉絲 因為我最近因為狼人殺的關係 我被那個罵爆了 然後我的粉絲超級可愛 他們很擔心我 所以他們都會 趕快來我的IG留言說 不要看留言 然後什麼的 就是幫我把那個 就是 不好的能量阻絕 阻割掉 講不要看留言我反而更想看 不要看留言 什麼事啊 你知道嗎 但是他是為我好 他們的出發點 然後他們知道我最近在學英文 還會用那個英文的話 鼓勵我 然後還可以順便學一下英文 你在學英文喔 怎麼這麼厲害 沒有啊 要不然這樣ending用英文來 做一個結語吧 我才上了幾堂課而已 幾堂課應該都很厲害了吧 一堂課一小時耶 幾堂課五六個小時了耶 一堂課兩小時 那就對了啊 兩小時那幾堂課 架起來一個十小時 對 對啊 應該可以吧 基本的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基本的可以 但是我 比較會聽 我不太會講 你比較會聽 對 Yup Tomorrow Tomorrow guest 猜 No Tomorrow 客人 Who 明天的客人有 Live 明天有明日花企羅 會來 明日花怎麼說呢 英文 Tomorrow 合理 明日花 明日花 明日花會來我們 雨柏的Live Why come to my Show Our show 為什麼他會來我們的節目 因為他會來宣傳他的活動 請問你明天想要 就是跟他有什麼互動呢 I can help you 剛剛我怎麼幫你 妳就怎麼幫我 我第一次遇到耶 好幾次之前那個 波多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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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我也想看山上優雅本人 但明天是那個 明日花企羅 可以 很漂亮對不對 對啊 真的 明天一定要記得收看喔 我們今天穿西裝 我跟你講 不要褲子 明天也是Live 波多眼睛 是曹哥的寂寞 寂寞 不好 Bye Bye